为了在暑假期间避免青少年朋友接触诱惑产生偏差行为 新北市卢州分局特别举办暑期的青春专案 主要加强取缔青少年朋友违规逗留这个不良场所 另外还积极的举办正当休闲活动 希望能够为青少年朋友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暑假期间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外在诱惑产生偏差行为 新北市卢州分局为此特别加强青少年保护措施 实施青春专案 我们在暑假期间针对不良场所青少年偏差行为 失踪少年跟毒品及帮派会加强盘查取缔 那我们另外也会扩大举行犯罪预防宣导活动 宣导青少年在少年在暑期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然后以维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 特别是出入不良场所例如网咖吊虾场游艺场 容易对青少年朋友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分局特别加强取缔劝导 那他们如果在进入这些风机诱因 会有一些不良影响的场所 就可能会对他们身心造成影响 然后产生偏差行为 所以我们在法则上我们不会过于的苛责 只要他没有达到刑法的构成要件 那我们原则上是以宽容诱素的态度下去处理 我们会先带回派出所进行劝导 然后填写劝导单 然后再通知家长领回管教 另外分局为鼓励青少年朋友 从事正当休闲活动 并且进行犯罪预防宣导 也积极办理相关活动 我们在7月10号 在我们结合了五谷区 为个凤梨苏梦工厂 我们举办了一个 扩大犯罪预防宣导的活动 那我们有邀请五谷区一些弱势团体 有个原住民团体叫伯特利 我们有邀请他们的小朋友来 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 那费用是全免 那是希望带给小朋友一个 暑假有个难忘的回忆 那另外我们也会结合地方上 举办的各项活动 例如指风车乐团 还有微风运河的健走活动 来进行扩大犯罪预防宣导 暑假期间会营造青少年 健康成长环境 卢州分局致力办理 健康休闲活动 而家长们更需要 对自己的孩子多一分关心 才能让青少年朋友 健康快乐成长 以上新闻记者 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